Hey I think you're cute Can I hit you up on Instagram Cause you are the only thing I'm thinking of And I can't stop it I'm wishing you And I were talking 烏拉格到達 我們坐了四個多小時的火車各位 也是一樣是烏拉格的中央火車站 然後他們的中央火車站呢 就在他們的老城區 就是舊城區那邊 所以我們也是住舊城區附近 我們現在要先去飯店 check in Let's go 好了我們已經到了我們布拉格住的飯店了 我跟你講這個開箱呢大概十秒鐘結束了 請你往後退 Room 2我開始 床 這很挑高重點就是很挑高 然後結束了各位 乾淨的廁所 至少很乾淨 我剛剛嚇到耶 開給大家看 你以為這時候瘦子可以乾淨嗎 欸這個我真的嚇一跳 這間真的是小兒巧 因為他有問我說 可能另外一面 面馬路的房間會比較大 但是我想說你會怕吵 這也是一個食尚最快的開箱 結束 然後我們準備放個行李要準備出門了 掰掰 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住在老城區的好處跟壞處 好處就是你去哪個景點都很方便 然後逛街也很方便 壞處就是 你脫行李箱的時候就想要死 對 因為地板都這種 石頭路 這超難拉的 在歐洲就是這樣子 他們完全不怕人 哇 他們拉死到我頭上了 那個爸媽帶著小孩看鴿子 然後因為他們全部飛到上面了 有沒有他們在看啊 對 抱歉抱歉 剛走過來就發現兩家賭場了 想不想這一次在歐洲有個奢華之旅 想不想坐私人飛機回去啊 就看這一把了 然後跟大家說 你在布拉閣會看到很多的換錢鎖 因為布拉閣不是歐元區 他們是用他們自己的貨幣叫克朗 但是我在網路上做了很多功課 因為基本上他們這邊也收歐元 再加上大家可以用刷卡的方式 所以我們不用換了 所以我們現在嘗試今天完全不換錢 看可不可以存活下來 可以的話 就不用換了 對就不用換了 我們來到一家就是網路上大家都很推薦的一家 這個叫Porks 專門吃那個豬蹄的 然後他非常棒的是 他有這個當地的捷克語菜單之外 他可以少拿上面QR Code 然後可以選擇你自己想要的語言 我選了一個中文 他可以直接這樣子點菜 超級棒 我也以為的福音 很棒 給大家看一下 捷克的 這個他們很有名的豬蹄 超過大 而且他們一定要這樣吃 這個你說是什麼湯啊 番茄馬鈴薯湯 哪有人吃豬蹄不配奏 我嗎 好喝嗎 哇好鹹啊天啊 好喝嗎 你應該會讓我離開 因為他裡面放很多這個酸菜 原本已經夠鹹了 然後那個酸菜打開之後更鹹了 他不要那麼鹹就很好喝 他的豬腳真的好吃 我嚇到 大家看一下 他的沾醬是黃蟹末 你吃他皮 他皮一定是你最喜歡的 因為你喜歡吃那種黃蟹脆的 我真的太好奇 這個是黃蟹末醬 這個我知道 這吃起來好像蟹末 蟹末絲 對不對 好嗆 我不曉得是因為我太餓的關係 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好吃啦 真的好吃 這個有滿成這樣還不好吃 我們剛剛在外面排了一下 對 完蛋了這個味道是回台灣 也會想念的味道 終於有個會想念的東西 以前好像發現了 歐洲的男生怎麼樣 因為男生比較會另外一半找像 加貼心 對 就像菜上的時候啊 會幫他先切一切啊 給那些女生吃什麼 然後跟他穿外套的時候也是 男生先站起來 穿好自己的外套 然後再幫女生的味道拿起來 等女生站起來 都可以幫他穿上去 女生只要伸手就好 對 就一個很小的細節 然後這邊配小孩啊 抱小孩 背小孩一起 都滿多是爸爸的 爸爸扛起了所有的家務 桌表我都吃不下了 剩好多喔 但真的好吃 下次大家來可以點 其實我們剛好點一個沙拉跟馬鈴絲片 大家忘記幫我們上 還好沒燒運 我真的得到 OK 然後這家豬腳店走出來 就是非常有名的查理大橋 給大家看 超漂亮的 但是滿滿的觀光客 我發現布拉格的觀光客 比威妍娜多很多欸 是因為今天禮拜天嗎 是嗎 然後它上面是城堡區 我想說我們就明天 開始再好好的逛一下 走 海鷗都超近的你看 他們應該是想吃那個麵包 有人在撒麵包啦 難怪 你給我幫你拍照 好想要飛到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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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多了吧 我們現在已經在查理大橋拍完死亡美照了 我們現在漫步往老神區走 晚上好像變人了 嗯 嗯 喔這是香草的欸 喔很甜 好吃 好濃喔 我快流鼻涕了 還在吃冰呢 這種天氣吃冰很好的原因 就不會融化 完全不融化欸 我跟你講你現在應該要咬一口麵包 看好不好吃 所以這是布拉格捷克的美食嗎 特長 我喜歡冰淇淋 現在看麵包好不好吃 好 我們吃 直接咬它 我沒辦法咬 看來沒辦法 好像要吃完冰淇淋才能 我就是超硬 你吃一口 那它這可以吃嗎 很脆 它這很脆 你看 這酒桃喔 各位我們大家吃到那邊的時候再拍給你們看 很香欸 就很甜 它上面都是糖霜 好吃 我覺得這好吃欸各位 好甜喔 我喜歡 這一家叫這一家各位 它叫Good Food 這一家叫這一家 好吃好吃 推 這個也推 好吃 逸姐 我覺得布拉格更有歐洲小鎮的氛圍 對啊好可愛喔 你看 好像在電影院喔 你說漫步在那種電影場景裡面嗎 對啊 然後大家都在路邊吃這些小東西 當你的家在觀光景點的時候 你會活到很沒有隱私 而且它還穿短褲短袖好丟 對它感覺不會冷 我們現在來到觀光客非常多的一個區域 是 好密集喔 布拉格天文中 各位你看 這個是從1410年建成 到現在已經613年了 好厲害喔 看起來是蠻乾淨的 然後他們說呢 就是整點時間到的時候 十二門徒會一起出來報食 十二門徒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耶穌的 旁邊那幾個 臣子們 他的弟子們 帶大家稍微看一下這裡 哇 我叫蔡應該不會版權問題吧 不會太難聽了 讀不到 YouTube偵測不到 這個就是布拉格的老城廣場 就是因為 蔡依林唱火的一個地方 布拉格廣場 就是因為她唱火 本來就火 本來就火啦開玩笑 只是她的歌名叫這個 你漫步在捷克布拉格的感覺 因為今天是周日 歐洲這邊好像周日很多店家都不會開 雖然我們是今天才剛到不久 我比較喜歡布拉格給我的氛圍感 就是比起維也納的話 早安各位 早安各位 這是我們在布拉格的第二天 我們今天比較晚出門 你們知道晚是幾點嗎 11點 11點很晚了耶 我們是觀光客人 因為很早出門啊 走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去吃一家咖啡館 人家說是什麼 世界十大最美咖啡館的其中一個 就有點像維也納的中央咖啡館 你看她還燒嗎 她是整個用儀器這樣子錄喔 她不是人切嗎 超方便 正常是儀器嗎 正常是用手切啊 到了 最佳 好近喔 很漂亮耶 你有看到風格很像是 你不覺得跟中央咖啡館的風格有點像嗎 我們的餐點到了 這個是洋蔥湯 然後 斑尼克蛋 斑尼克蛋 它用的好可愛喔 這個是沙達 這上面都是起司 可是有個 有個什麼 頭髮 有個頭髮嗎 對啊 把它用起來 頭髮 然後這個是 捷克菜 然後旁邊那個是 薯泥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肉很柴 剛剛鴨肉完全沒吃完 他剛剛強迫自己吃很多塊肉 的原因是因為 他怕等一下會肚子餓 他並不是因為好吃的吃嗎 各位你看這邊很多鴿子 哇 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市集 叫做哈維爾市集 一樣在老城這邊 我們要走馬看的話逛逛 你走馬看的話 你有讓人家看到這些東西 喔 好 好了各位 市集結束囉 就這樣一下下就沒了 大概一分半我們就逛完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城堡逛街 對我們要去城堡區 給俯瞰整個布拉閣 今天布拉閣天氣非常的良好 穿這個羽絨外套其實有點熱 但是我跟妳說現在5度欸 還是因為我們被那個我也娜清洗了 我也娜風太大了 我也娜是我短期這幾年去過最冷的地方 我覺得我快被冷死了 比韓國還不舒服 然後你看我們逛街在這個小鎮上 是不是很浪漫呢 在這邊心情很好喔 我覺得今天點的口味比昨天好吃 好好吃喔 好多加糖喔 等一下撒了焦糖巧克力醬 然後加了布朗尼 剛剛才說很冷 現在我也在吃 我感覺人家準備被海鴿攻擊了 好可怕 你剛剛在這邊真的是富翁 對啊我是大富翁 你是鳥富翁 還有人去撿我掉下來麵包想餵他們 原來為什麼它會這麼亮 是因為查理大橋上有一些傳說 在末日當下你可以許願 然後可以讓你實現願望 會有好運氣這樣子 但因為那個順序網路上查 每個人講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乾脆別摸了 乾脆別摸好了怕摸錯 對怕摸錯 看看就可以了 你走前面我推你 走 好的 我們現在在布拉格的城堡區的星巴克 坐著看景 給大家看一下 直接剛好可以俯瞰這個 布拉格的夜景 好的 我們已經到了 這個也是一個景點 之一叫做火藥塔 什麼意思呢 哇 抱歉我還在那邊做為紀百科的空客 想要知道的記骨歌喔 我們來了一家中餐廳 因為他覺得他已經吃太多肉 已經吃太膩了 會待會吃肉耶 但是我們有點蔬菜 然後吃菜 然後我們來了一家在老城區的川菜料理 他滿有名的 很有名嗎 他剛剛有說他們火鍋也有名 他說他一定不會馬上會吃 真的假的 來了 屁股不飽喔 泡椒 鱸魚 如何 很好 很燙 謝謝 謝謝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要出門了 然後易姐已經化完妝了 吃完就出門 今天所有行人都是易姐規劃的 帶你去浪漫一下 今天是情人節 對耶 我們今天拍的當下是情人節 2月14號 所以今天化了一個很粉紅的妝 那我們要出發了 GO 我們第一站來到了易姐找的一家咖啡廳 他是在老城區的頂樓 哇 應該俯瞰整個老城區這樣子 喔他還是專門做一個這個 給人家拍照 他自用了一個打卡王美麗 我們現在人呢 在布拉格的勢力圖書館 這也是易姐找的 大家都在排隊 排隊拍照 在這個最知名的景點拍照 所以其實來看書的人根本就沒幾個 對你看這一字都是觀光客 拍照 很深喔 不是我剛剛以為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這是鏡子反射對不對 對 哇 可是上面是真的 上面是真的 嗯上面是真的 所以他這個高度是真的這麼高 對啊 哇太誇張 那我們給他拍一張照 後面超多人在排隊的 我們現在觀光一節找了兩個景點後 我們打算先吃飯 既我們昨天晚上吃了川菜 所以今天中午要帶大家吃一點厲害的 韓式料理 對 怎麼又是亞洲餐 好好吃喔 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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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以耶 對不對 嗯 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餅 我也要吃了 但這樣還是料理還厲害 好吃 推薦推薦 但是那個 泡菜煎餅可以不用點 其他都很好 我們現在要來的景點 欸這算景點嗎 好像是在別人的市政府裡面 可以大家去看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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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 這是真的他們那種辦公的人在坐的電梯耶 真的啊 因為每一層都是辦公區耶 對啊 我只是來玩的啊 好特別喔 它上面是這樣的一個次輪 我有可以下來 我就問你這到底是什麼 經典帽抓過來 跳舞的房子 走吧 而且他很乖 他都咬到給他主人耶 走吧 呵呵 唉唷 唉唷 王湯真的人都好友善喔 好可愛喔 還問我要不要玩 好的 我們現在要去一間咖啡廳 據說是杰倫每次來都會去的 好的 那我們就跟著杰倫的腳步 一起前往布拉格的咖啡廳 看到一個火龍果 一顆要賣五百克朗耶 五百克朗大概要六百多塊耶 好扯喔 這個該不會是台灣的 火龍果總該是台灣的了吧 不要什麼都台灣 大國家有火龍果 其他國家有火龍果嗎 對 那這個龍眼也是嗎 對啊 我真的覺得火龍果是來自台灣的吧 我們要多賺錢 不是我們要自主 西服 因為台灣水果真的賣得很便宜 哇 我們剛才遇到了人家在求婚 男士還沒開始講話 後面兩個朋友已經把那個大龍棒棒了 我想說那也棒太快了 他其實還沒講話 你說什麼話都還沒講 就先被炸了 對就不餓這樣 好美喔晚上 很漂亮耶晚上 晚上有不一樣的美 路拉格我們要離開你了 有機會再見喔 黑浪的城市 拜拜我們要去下個地方了 好整個雙方的粉絲